花莲市模范母亲继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8号上午将在美伦大饭店举行 今年年龄最大的是由花莲市国域里推荐的 百岁模范母亲蔡阿卓 由于蔡阿嬷近日行动不便 无法出席8号的活动 花莲市长魏嘉贤特地前往探视 并提前颁奖表扬 感谢阿嬷毕生辛劳为家庭的付出 由花莲市国域里推荐的百岁人瑞魏阿嬷 是今年模范母亲表扬里最年长者 不过由于未老太太近期行动不便 将无法出席8日在美伦饭店举办的 花莲市模范母亲继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花莲市长魏嘉贤特之后 特别安排前往探视并提早颁奖表扬 那在我们模范母亲的前夕的时候 她刚好脚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提前来跟奶奶来祝福 还有祝贺她当选的模范母亲 那我相信人生能够活到100岁 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她也在我们去拜访的过程里面 她有讲到她从日治时期出生到现在 那其实100年来 她对于她的整个环境的变化 还有一些周遭的一个 人的一个人事实地物的一个改变 她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感触 那也跟我们分享 那也希望我们每个年轻人都能够好好努力的 做人做事 那未来一定有很好的发展 那再次要祝福我们卫阿嬷在未来的人生里面 都能够分享更多她的人生经验 给更多的孩子们 还有更多的朋友们来享受她过去的一个人生法则 那我们也祝福她永远身体健康平安 外阿嬷尽管上了年纪 天理不好 也不像早期能出外摆摊 但这次获奖 对于市长特地前来 仍表达高度的欣慰和感谢 今年模范母亲 继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总继表扬51位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则有6对 将在8日上午 与美轮大饭店举行 配合防疫 陪同表扬者的家属 先至只能3人 踩实名之入场 还请家属配合 这次长邦雁华人士报导